海贼王 蛋糕岛片 山芝身价超越索隆和芝果片 索隆会再超越山芝马 海贼王蛋糕岛片 世界经济报社社长摩根斯 亲眼见证了草贸易火门大闹婚礼现场 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相应的 草贸团的悬赏金也进行了更新 在蛋糕岛片 山芝身价超越索隆 那可之国片 索隆会再超越山芝马 草贸易火儿的赏金变化 1. 陆飞 陆飞的赏金变化 可可西亚村打败阿龙 3000万贝利 阿拉巴斯坦事件后 1亿贝利 司法岛事件后 3亿贝利 并上战争后 4亿贝利 现在 5亿贝利 按照陆飞的赏金变化来看 依然是证数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 虽然陆飞与卡二的战斗是在近世界中 没有被外人看到 但陆飞确确确实实地打败了江星之一的克利贾 她的悬赏金高达8.6亿 所以陆飞的赏金应该高于她 不过应该不会高太多 2. 山芝 山芝的赏金变化 司法岛事件后 7700万贝利 现在 1亿7700万贝利 小宾发现她的赏金变化应该和索隆类似 索隆的赏金变化6000万贝利 1亿2000万贝利 到现在的3亿2000万贝利 先涨1亿 再涨2亿 按照这个变化规律 山芝的赏金给出3亿7700万应该比较有可能 其次 山芝的王子身份公开 又是这场婚礼的男主角 这只是保守估计 她的赏金应该至高不低 3. 纳美 纳美的赏金变化 司法岛事件 1600万贝利 现在 6600万贝利 纳美的增长应该在5000万到1亿之间 虽然纳美协助路非打败克利价 功不可没 但毕竟她走的主要是辅助路线 所以保守估计应该在1亿以上但也不会很高 4. 布鲁克 布鲁克的赏金变化 3300万贝利涨到8300万贝利 布鲁克在蛋糕导片的表现可谓不俗 5. 成功盗取历史证文开本 单挑大妈之后又把大妈给睡了 茶会上更是打碎修女照片 令大妈丧失理智 2. 表现十分抢眼 本身的存在就够稀有 够夺人眼球了 这次不小心又火了一把 保守估计应该会涨1亿左右 5. 盛平 因为盛平不坐七五海后 赏金超过4亿 但具体没有给出 可能伟田大大再有意隐藏她的赏金 因为要上路飞的船 不知道该订多少合适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 草帽团的成员除了乔巴之外 基本遵循操政人格 纳美的6600万与弗兰奇的9400万 山智的1亿7700万与布鲁克的8300万 之前索隆的1亿2000万与罗宾的8000万 现在路飞5亿 乌索普大神2亿 乔巴的存在 让盛平很尴尬 不过盛平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估6亿应该不算高 6. 乔巴 乔巴的赏金变化 50倍率涨到100倍率 蛋糕导片结束后 乔巴的定位可能还是没有改变 仍然是一只猛丑 虽然他在蛋糕片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的表现发生在近世界中 并没有被官方统计人员看到 不过他的赏金继续翻翻 200倍率 乔巴内心 巴嘎艾路 对我如此不重视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明镜与点赞 订阅界 继续翻 订阅我 进行